上周末曼联一比三克场布迪西汉姆 主帅穆里尼奥的战术安排争议性过大 以至于球迷选择忽略曼联等场遭遇的关键误判影响 不少人猜测曼联球员打算做掉穆帅 但这种说法有些过激 考虑曼联那场比赛的先发里 卢卡库 马蒂奇 费莱尼 麦克托米内等人都是穆帅的嫡系 卢克肖赛后力挺穆帅不需要对施力负责 德赫亚 阿什利扬 斯莫连和林德勒夫 也不是会反主帅的类型 你可以说与穆帅关系不睦的 只有伯格巴和马夏尔两人 因此 与其说曼联球员想通过糟糕表现做掉穆帅 不如说他们受到穆帅怪异阵型和开场 被误判丢球的打击一直没有缓过来 下半场好不容易冲击一波 扳回一球 又被另一次误判加糟糕 防守的打击迎头痛击 彻底失去反扑斗志 一项数据显示 上周末的英超连载中 曼联是全英超冲刺次数最低的球队 只有59次 差点就只有冲刺最多的利物浦 154次的零头 然而 对此 穆帅在欧冠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 数据是数据 人是人 冲刺最多的利物浦 受限于萨里的诈数 最终也只靠一记世界波才逼平切尔西 曼联球员的冲刺次数之所以如此少 不只是因为斗志问题 穆帅的战术限制也脱不了关系 21岁的麦克托米内梯中卫的安排 就让队友们无所适从 除了放着埃里克八一和菲尔 琼斯两名正排中卫不用本就让人无法理解 更一是内部人士告诉曼彻斯特安报 此举让人觉得完全不着边际 而突然改打三中类 更令曼联球员很难瞬间适应 曼联的防守战略问题 在费力佩安德森和阿脑托维奇的两个进球中暴露无疑 早在下窗传闻 曼联买不到新中类时 就有传闻趁穆帅打算用后腰客船中卫 原本被看好的是马蒂奇 但最终穆帅分别使用过世安德尔埃雷拉和麦克托米内 事实上 穆帅用另一名后腰保护防线的战术 一度取得不错的效果 在客场战胜伯恩利和沃特福德两场比赛 比利时的费莱尼负责回撤保护中卫 马联找到了整形平衡 但在英超被狼对比平后 穆帅又开始动摇 放弃了这一打法 这一阵型的特点 是通过贝莱尼保护防线 让马蒂奇和伯格巴更多压上 搭配桑切斯和林加德的积极跑位 确保卢卡库在封线上不再孤立无援 今下 穆帅之所以坚持一定要续约费莱尼 是因为他知道在曼联阵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操作他主信的前场支点战术 这人既不是卢卡库 也不是马夏尔和拉施福德 而是彭彭头 卢卡库拥有英超中锋里最强悍的身材 也非常积极回撤帮助防守 但他的一个习惯从来没有改变 进攻中被深拿球的软弱程度 全队只有刚到英超不久的林德勒夫能与之媲美 再加上糟糕的停球技术 他充当支点 等于前场没有支点 在曼联遭遇对手前场逼强 被迫大脚将皮球开到前场寻找卢卡库时 通常只有三种结果 卢卡库判断错误落点 根本拿不到球 卢卡库停球失误 皮球送给对手 或者卢卡库终于拿到球 却陷入对手包夹 因为用身体护球能力糟糕 而依然被断球 所以在曼联陷入困局之后 牧帅常常习惯于另起一挥 将费莱尼掉到前场 这一做法只要没能拿下胜利 每每会遭遇炮轰 但这战术调整体现了两个事实 一 牧帅始终不肯改变前场 一定要有个支点的战术哲学 二 曼联只有费莱尼能打好支点 卢卡库过去 现在甚至将来都做不好 因为他根本没有调整进步的意识 在比利时队 卢卡库也不是前场支点 身后有德布劳内 阿扎尔 曼联锋罢更多时候不需要背身接高球 可操作他更习惯的向前冲击的进攻模式 接应丁丁或阿扎尔 向前直栽或者边陆莫腾斯 莫尼也等队友传中 罗伯托马丁内斯都要起高球找落点 同样也得上费莱尼 让卢卡库负责带球突破中场 都比让他站在前场担任中锋支点 拿球做球更强 曼联球迷已经不知一次看到比利时封霸 试图挺长传 皮球却在他面前弹地 从他头顶越过的尴尬镜头 如果穆帅非要踢中锋支点 只有一个方法 效仿当年莫耶斯在埃福顿让爆炸头客串中锋 他的后腰位置可以由穆帅爱将麦克托 米内替代 同时将卢卡库拉到右边峰位置 一来掩盖他处理长传的糟糕能力 二来发挥他的冲击力 弥补曼联没有正统又边峰的空白 而这一步阵的好处还有一个 就是当曼联的强侧左路起球传中时 禁区内可以出现费莱尼和卢卡库两个接应点 卢卡库处理侧面来的高球能力远胜长传 否则 以曼联现有边峰的能力 传中球也只有卢卡库一人能争 要不救的既望身后的伯格巴后插上 林家德 桑切斯的身材 决定他们很难抢到头球 拉什福德和马夏尔则有身材但不擅长头球 虽然这一把B计划当主力中锋的阵型 肯定会受到各方炮轰嘲讽 但从效果上说 绝对比目率赶压则上将 让卢卡库做支点的效果不止好一点 曼联中锋支点阵型433门将 德赫亚后卫 瓦伦西亚达洛 斯莫林 林德勒夫 卢克肖 阿什利扬中场 麦克托米内 埃雷拉 马蒂奇 伯格巴前锋 卢卡库 费莱尼 桑切斯林家德 拉什福德 冰西亚达邀布 感谢观看